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 今天我是老頭Altman 感謝各位上一集給的各種安價 一樣是非常的感謝你們 有你們的安價才能讓這個遊戲好好的進行下去 也希望各位喜歡這部影片這部系列 記得多多分享我的影片 給你的親朋好友觀看 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叫做老頭的實況主 非常的幽默 非常的帥 非常的你知道的 如果你覺得我不帥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我還是覺得我自己很帥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一樣是安價 那當然我也是蒐集了一點 上一集我們蒐集的有點太多了 老頭有點消化不了 所以說今天非常的簡單 今天的老頭就稍微蒐集了大概只有三個安價 當然這個進行也是有關聯性的 一套的一個關聯性會讓我 進行的過程會非常的順利 像第一呢 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就是 老頭抓大地籃跟蓬蓬 當然 大地籃我覺得長得超可愛的 所以我一定要抓 然後還有蓬蓬 蓬蓬會補血 所以說呢 這個一定也要抓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替一隻羽暴龍取名字 叫做老頭大帥哥 這個待會會取 那第三個呢就是訓練冰飛龍 把我們的冰飛龍等級鏈高一點 他已經長大了 長得非常的快 因為我有條馬 然後呢 去訓練冰飛龍之後呢 去龍骷 偷龍蛋 三選一 其實我本來就想要繼續偷啦 因為 我想要讓各種顏色的飛龍都到手 好不好 可是呢我覺得我今天就先偷一顆就好了 好不好 那今天安架其實非常的簡單 也沒有太多於 太多的一些 步驟之類的 然後呢 老頭呢 剛剛在開拍之前呢 我已經成功把這個斜坡給做好了 看起來有點鳥 我看過那個 應該是說有很多觀眾很細心 真的非常的細心 非常的感謝你們 如此的細心 那這可以抓嗎 不行 如此的細心 就打一長篇 教我怎麼蓋這個斜坡 這個我都有看到 粉絲團也有人留言 我是說真的啦 就是你們有時候呢 粉絲團留言看的時候 真的 哇 好感動喔 真的是這麼用心 感謝你們對我的 不離不棄 打了這麼多字 然後我只回你幾句而已 哈哈哈哈 我是真的不知道回什麼啦 但是我感覺出來你們的用心 好不好 真的 你們打了一長一長串 就是都是 都是一些放縱的內容 你們的用心我都看到了 但是因為太多訊息要回了 好不好 中間這一隻就是我們的 第二代 你看他們三隻都長一樣 廢話 可是為什麼 中間這個毛髮的顏色 居然是橘色的 蛤 這個是母的嗎 欸 雨暴龍媽媽 你是不是跟人家在外面外遇啊 偷生的是吧 顏色怎麼不一樣 你是異色版的是不是 好不好 那我們廢話部落說 我們幫他取個名字 好 欸 取名在哪裡啊 設置行為嗎 不是 這個啦 我們改名叫做老頭大帥哥 好 唉唷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好 那個取名字錯了嗎 取名字沒有錯啊 好不好 老頭大帥哥現在寫要六千七 剛剛自己點的 好不好 那我們待會去訓練冰飛龍 我順便抓一下大地人跟蓬蓬 好 那在這個做之前呢 在去抓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做一下按 好 然後這一隻冰飛龍呢 他是官方原始版本的 然後不能點移動速度 有點遺憾 超級遺憾的 我明明就已經裝了那個 移動速度限制的那個 的那個模組 但是呢 因為這是官方的 他好像 移動限制模組沒有把它套進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不能點移動速度 我就覺得突然人生少了什麼 你知道嗎 這樣子很容易沒體力啊 官方版的飛行草 官方版的飛行草 你就知道多坑了 實在有點難過啊 算了 傷害好低喔 我靠這麼快就沒體力了 歐買尬 歐買尬 撐住啊各位 撐住撐住 撐住 撐住 咬死你 來來來 是時候點一下攻擊力了 嗚呼呼 咬 這攻擊力實在驚人啊 噴 哇 我居然不能噴火 我沒有體力 噴不痛 那個 85D是在打毛是不是 在打毛啊 快點把他咬死 把他咬死 快快快 先咬再說 我管他體力會不會因爵 非常好 哇 我們有訓練到嗎 嘿嘿嘿 好浪費 好浪費體力喔 官方版的 太令我難過了吧 我們只要把攻擊力點高了 哇 沒體力了啦 爛飛龍 哈哈哈哈 虛的 啊 你這個虛 啊 算了 反正就邊移動邊看一下好了 啊 看到大地藍了啦 來 這邊看起來非常安全 我們現在身上有 五十一隻 五十九隻 可以繼續做嗎 我就覺得 越做越多越好啊 可以耶 我現在居然冰凍了 來來來來 這個需要高處打法 上次大地藍被阿奇咬死了 這次我應該有辦法抓到了 完蛋不能跳 嗨 黑門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唉唷 不要上來拜託 你很兇 快點快點快點 我記得有人說大地藍不是吃蜂蜜嗎 其實他吃果實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必須要說 可是我好像沒帶果實的樣子 先把他射暈再說好了 先射暈 唉唷 兇巴巴耶 我靠一直把我打那麼遠 NO 你比我想上來 那邊給我怕死 他跑了他跑了 他跑了啦 跑屁喔 我靠 欸那邊還有野豬二 那不是啊 兇齒蜥啊 我在說什麼 人家都說不對 來來來 單挑單挑 靠那邊居然有兩隻 我們先掠過 我們先繞過他好了 不然太危險了 我們可以從這邊走 匍匐前進 野豬有什麼都沒看到 他看到了 喔喔喔喔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恐怖的聲音 繞路繞路繞路 先繞路再說 我們飛龍應該是不會死 喔靠 這邊也一直 哇 你怎麼從這邊下來啊 哇 我被圍毆啦 救命啊 等一下 這也實在太恐怖了 靠北啊 哇 你居然上來 欸我要大地欄 算了我們還是 乘坐我們的飛龍好了 飛龍我來了 太誇張了 可以不要這麼誇張嗎 我們就是先把野豬二 清一清好了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大地欄 可是我這樣只要一隻 一隻一隻的帶回去 其實蠻麻煩的 沒關係反正很近 不遠 好不遠處 我看一下我們大地欄跑去哪兒 看到了 他在那邊 喜憨了 在那邊可嗨的呢 不知道在嗨什麼啊 你看 So happy 哇 你就繼續跑吧你 So happy So happy 為什麼射不到啊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哈囉 哈囉 你在緊張個什麼 射不到頭 準射身體 好 暈倒了 我有果實嗎 太好了 沒有果實 這裡有果實可以採集嗎 雪地沒有果實可以 有有有有果實 非常好 恩 恩 給你吃這個好了 欸 居然差一點 我還以為直接把你抓起來的時候 還要再稍等一下 有了要起來了 要起來了 要起來了嗎 快點 我等著你回來 我等著你回來 起來吧 漂亮啦 來我把暗套給你 暫時 等一下你負重多少 725 不夠我用 可以抓吧 太好可以抓 先帶你回家 還好飛龍是可以抓這種中型生物啊 我記得無恥 那個 風神翼龍好像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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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體力耗太快了吧 我看來這一隻我要把他點全體力算了 這樣才有辦法運送回去啊 不然真的可麻煩啦 官方的飛龍實在是太棒了 棒到我都無話可說 哇 前面有豐富的經驗值 等下稍微訓練一下好了 耶 我們要帶回來了 可愛的可愛的那個 熊哥哥 喔沒有大地藍啊 不是熊哥哥 來 我們抓到一隻大地藍 漂亮喔 他也看怎麼看 耶 我怎麼不能動 啊負重抱歉 可以動了 GOGOGO 這個大地藍呢 甲殼專家 專門對付甲殼類的 可以拿到超多 甲殼 甲殼的這個恐龍 好 他只要殺 他是昆蟲殺手 好 對昆蟲又是有極高攻擊力的 來 您乖乖的 給我坐在這個地方 坐下 好 乖乖的坐下齁 等我回來 好 幫你射被動 好 不要再跟我亂來 找我們去抓 我們的 兇齒熙 我們要一隻會補血的豬豬 這個叫做 獄棒相爭 漁翁得利啊 啊 射到猛馬了 抱歉 獄棒相爭 漁翁得利 就是這樣子來說的 39等的 弓的 弓的野豬 我覺得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的那隻 兇齒熙要掛掉了 需要幫忙一下 感覺他打不贏某馬耶 一個 側遙 結束這回合 好了 那那隻豬呢 看見了 不要又亂打 你的對手是我知道嗎 愚蠢 沒射到抱歉 愚蠢自己 射到生氣了 喔喔不要喔 有話好說 他放自我補血的能力真的屌喔 我不會被咬死吧 no no 可以可以可以 撐得住 雖然你的滿臉都被我射 你都被我射滿臉都是 哇他這個製補能力好強喔 一段時間沒有殺了他 哇 馬上補滿耶 丟喔 你想去哪裡 笨豬 欸欸欸欸 不要這樣子嘛 射你屁屁喔 有 射到了 還跑 哇 神走位 你想去哪裡啊 NO 好了好了 嗯 我把我的飛龍先架過來一下好了 先架我們的飛龍過來 然後之後再給他 給他 大腿肉 OK 我們快到了齁 就在前面了 我們可以回家啦 來來來 快點 喔 沒有體力了 天啊 沒體力了 啊 我的天啊 尷尬了 我們先讓飛龍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來來來 我們自己上去齁 不求人 不求龍 我們自己上來 這裡會卡住欸 沒有注意到這裡會卡住欸 好笑 到時候這邊還要再蓋一個 再蓋一個那個好了 天啊 真的卡住了 抱歉 這是失誤 我們到時候會改善 來 幫你點一下負重齁 快點 我們的老頭大帥哥需要補一下血啊 好 阿哭馬拉塔塔 這是很有意思 阿哭馬拉塔塔 簡單又好機 補血時間 從現在開始 你不必太貪心 他這個自動會一直補到 補到他沒漏為止嗎 開啟自動治療 開啟自動治療 其實好像不要這樣會比較好欸 關閉好了 到時候有需要自己按 不然等一下補到沒肉 會哭死 我覺得我們還是帶我們的阿根廷去好了 去抓那個 去抓龍 偷那個龍蛋 我們這個冰飛龍是舊版本的 好不好 我們還是阿根廷好了 阿根廷的移動速度比較快 但是攻擊力的話就算了吧 哈哈哈哈 好吧 趕快走趕快走 還有螳螂 還有蜘蛛 我覺得我們最好在這裡稍微 回復一下體力齁 蜘蛛來了 哇 螳螂來了 哇 好你家在我的反應機制 在這個地方你們就弄不到我了吧 是不是 嫩 來阿 來阿 居然有那個欸 那個堆糞蟲 槍狼 居然有槍狼欸 哇哇哇哇哇哇哇 別這樣別這樣 我只是來偷龍蛋的 好不好 林貝只來偷龍蛋的 好 先進傳說版的龍窟 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龍巢的位置 我就不知道了啦 這個稍微要 探索一下才會知道 感覺蠻兇的阿 我怎麼覺得 我怎麼覺得跟焦土打不超多 欸欸欸 才剛剛講而已 這邊就有 剛好是我要的雷龍蛋 個人是蠻喜歡雷龍蛋的啦 感覺不到飛龍 有沒有 獸金的飛龍蛋 等級五的閃電飛龍 來來來來 先等我們體力恢復 我們突然就走 Noooo 我要飛上青天 上青天 你不要來抓我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飛龍飛過來 喔有有有有 兩隻 也太少了吧 沒關係 他們追不過我的 快回家喔 喔 其實不難拖耶 欸不對 他們的移動速度怎麼異常的快 等一下 我覺得他們要追上我了 我覺得他們快追上我了 是我錯覺嗎 不要不要不要 拜託 求你了 求你了 一公一母 求你了 我不好吃 幹死定了 沒關係我體力還很多 我可以跟他耗 可是我感覺他追得到我 我錯了 我感覺他追得到我 我已經移動速度170了 怎麼感覺跟他平起平坐呢 哈哈哈哈 不要啦 大哥 有話好說啊 我們現在飛到哪裡了 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欸他們越來越靠近了啦 不要啦 救命啊 欸拜託你們可以放棄折返嗎 你們越來越靠近我了 OMG 啊折返了折返了 啊折返了折返了 嚇死人了 天啊還好不是菁英飛龍 那菁英飛龍我馬上被抓死 OK我們回來啦 啊終於 耶 我們拿到了一顆火龍蛋 欸不是火龍蛋 雷龍蛋 好我們先把他放在倉庫 我們下一集直接把他孵化出來 把他養大成龍吧 這個成長的過程我就直接略過啦 反正大家也都看過了 不需要 這麼的需要這個細節吧 好不好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按架差不多就完成了 我們成功的訓練我們的冰飛龍 可是我突然不太想訓練他的 因為他不能點移動速度 他的數字其實是非常的差 我不太想要訓練他 我倒比較想要訓練我們的雷電飛龍 好不好 然後我們抓了這個 野豬 那個 熊齒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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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齒熊之後呢又抓到大地人 其實我覺得大地人跟我長得滿像的 都還蠻奎 還蠻甲的 然後又肚子這樣子 很可愛這樣 那今天的安家就差不多在這裡了 如果呢 下一集你還需要我做些什麼的話 一一樣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這部系列 不管是任何什麼有關於我的影片 如果是有喜歡的話呢 通通把它分享出去給你親朋好友觀看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右下角一個喜歡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下一集要做什麼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